各位优势焦点财经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绍豪 好会欠好友钱 从美国Silicon Valley的Wales Fargo副国银行 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 美国国庆长假之后 在英国脱欧的市场 Trader还是兴致缺缺 华尔街还是非常concern 整个市场的3D的动荡 因而Volume并不大 DAO还是一样在18000点上下徘徊 一直无法突破18000点 暑假即将到 2G的财报也即将要公告 所以大家蠢蠢欲动 握着现金 握着棒 大家在股票的吹顶上面 非常非常的小心 所以主播我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谈一谈 有关于这全世界在英国脱欧的3D市场 三个DAVID的低市场 第一个低 利息非常的低 欧洲28国家 特别是在英国脱欧之后 欧洲更是进入负利息的时代 日本也是第二次进入负利息 即将在暑假的时候 有可能再进入第三次负利息 南韩还有台湾 甚至中国都即将蠢蠢欲动降息降准 所以全世界正是能够进入一个负利息 所以第一个低是利息的低 第二个低就是除了美金比较强势以外 在全世界的外汇市场 各个国家的货币都一样贬值 所以货币也一样的低 从台币的重贬 还有在欧洲各个国家 英国英镑31年来的最低 在在都证明外汇市场急剧的变动 外汇货币非常的低 所以第二个低就是外汇市场急剧的贬值 货币非常的低 第三个低 Commodity 虽然有一点点回稳 甚至金有一点上涨上扬 但是一般来讲 暑假到了 Commodity金银铜铁 还是一样的非常的低 纵观整个全球市场力气低 外汇市场低 还有Commodity低 所以主播我奉劝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谨慎小心 一定要看长期 分散风险 手上握有一点现金 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因应整个股票 还有金融复杂的市场 勇敢地将你自己的粮食撒在水面 因为日久必能得着 还是要有智慧的来布局 你自己在暑假第三季的 Portfolio 因应复杂的市场 好而且好有钱 从美国Silicon Valley Wales Fargo 富国银行前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